这部电影里,每个演员单拎出来都是决心 可没有一个人让自己的身份掩盖了角色的光芒 这部电影就是东西西的 由王家卫导演,张国荣,张曼玉,林青霞,梁朝伟,刘嘉玲等演员出演 有点人看完表示看不懂 而有的人却说刷蓝变还想再刷安家里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部影片呢 这个男人叫我杨峰 他在沙漠里经营着一家旅店 电力表面是提供十足 实际上是做着为他人寻找杀手的生意 他赚中间的插角 欧阳峰有个朋友叫黄药师 每年经浙的时候都会到沙漠找他喝酒 今年也不例外 黄药师边喝酒边和欧阳峰聊天 他说不久前自己遇到一个人 那个人给了他一瓶酒 叫做醉生梦子 喝了这个酒之后 无论以前做过什么都可以忘记 于是他把这坛酒带来了 但又阳峰没有喝 只是黄药师自己一个人喝了那坛酒 或许对于那坛酒的说法是真的 因为自从那天过后 黄药师对以前的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一个月之后 黄药师去了很远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他朋友的故乡 他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但却没想到朋友的妻子去爱上了黄药师 而黄药师的好友 就是这个女人的丈夫毛老师 不久之后 在欧阳峰的鲤店里 二人相遇了 但因为黄药师喝了醉生梦子 现在已经记得起他 毛老师临走前说 自己曾经发誓 如果再遇到黄药师 一定会杀了他 因为自己成亲的时候 黄药师来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但没想到妻子竟然爱上了他 这也是为什么毛老师会离开家的原因 但这次他见到黄药师 却没有履行曾经的誓言 因为现在他的眼睛已经出问题了 只有太阳出来的时候 他眼睛才会看得见 一旦没了太阳 眼睛就如同瞎了一般 此时店里还坐着另一位告诉 他是大燕国的公主墨荣燕 他和店里其他的人发生了争执 正要把剑开打 却被黄药师拦了下来 但下一秒 黄药师就被他伤了 差点就死了 过了好几个月 慕容燕找到欧阳峰 他要欧阳峰帮他杀了黄药师 而且要用最痛苦的死法 死在他的手上 只要能做到这 他可以不顾一切代价 欧阳峰问慕容燕 为什么这么恨黄药师 他说因为黄药师 抛弃了自己的妹妹 那天他和黄药师 在姑苏城外的桃花里一见不顾 黄药师开玩笑说 如果他有妹妹 那自己一定会去 慕容燕则表示可以 但他也说了 如果黄药师返回 自己一定会杀了他 之后他们相约见面 但黄药师却始终没有来 留下慕容燕的妹妹 一个人苦疼 因此慕容燕要杀了他 但这天客栈来了 另一个女人 他自称自己是 慕容燕的妹妹慕容燕 他告诉我杨峰 不准黄药师死 并出双倍嫁解 然后杨峰放弃这桩买卖 还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杀了他的哥哥慕容燕 说完就疯疯癫癫地笑着离开 之后慕容燕又来了 欧阳峰将那天的事情 一无一失地说了出来 但慕容燕却说 一定是黄药师逼妹妹这么做 可很想欧阳峰并不相信 慕容燕刚走 慕容燕就来了 他质问欧阳峰为什么不杀了他 欧阳峰则说 要杀他必须找到他的弱点 而慕容燕的弱点就是妹妹慕容燕 所以要一个人死最痛苦的方法 就是杀了他最喜欢的人 但如果自己杀了慕容燕 他去找谁拿钱 所以他不能这么做 这天晚上慕容燕没有走 他惊慌失措地说有人要追杀他 欧阳峰看他可怜就收留了他一个晚上 这个女人因为被男人伤透了心 精神分裂出两个人格 一个是哥哥慕容燕 另一个是妹妹慕容燕 哥哥慕容燕要杀了那个 伤他心的男人黄药师 而妹妹慕容燕则不愿意伤害黄药师 还找人企图杀了哥哥 慕容燕在欧阳峰的客栈喝醉 他把欧阳峰认成了黄药师 慕容燕伤心地质问他 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是女儿身 他要说娶自己妹妹这种话 又质问为什么他要同时喜欢两个女人 既然不能带自己走 却又要说出娶她为妻这种话 慕容燕说自己之前去找过黄药师喜欢的那个女人 他本来想杀了那个女人 但没吓唆 因为他不想承认那个女人是黄药师的最爱 晚上慕容燕还是将欧阳峰当成的黄药师 从他的身后轻轻抚摸 而欧阳峰也将他当作了另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总是在欧阳峰要演行的时候撑着伞送她 欧阳峰也很奇怪 为什么每次自己走的时候总是吓你 女人说是因为自己不高兴 而那个女人是她的大嫂 她一直爱慕着大嫂 但嘴上却不肯承认 她想先闯出一番天地 但却没想到回到家之后 自己最爱的女人变成了大嫂 在哥哥和大嫂结婚当天 她强要了自己的大嫂 事后她表示要带大嫂离开 但大嫂却不愿意 从此以后她便离开家乡 来到沙漠 那晚过后沐荣燕最后留下一句话 就驰骋而去 再也没有回来过 而那句话就是 如果以后她自己再问起黄药师 她最爱的女人是谁 希望黄药师一定要骗她 她最喜欢的女人是沐荣燕 多年以后 江湖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剑客 她喜欢对着自己的倒影练剑 她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独孤求白 夏至这天 客栈来了一个姑娘 她求杨峰帮她找人杀了一班刀客 因为那群刀客把她的弟弟杀了 那班刀客是太没服的 所以欧阳峰表示钱要多一点 不然没人会愿意去得罪太微服 可姑女家里很凶 只有一篮子鸡蛋和一只鸡 欧阳峰听了摇摇头 劝姑女去筹钱 否则没人会为了一篮子鸡蛋和一只鸡 得罪太微服 接着她又说 如果你长得丑 我会劝你死了这条心 你别以为我对你有什么企图 我只想告诉你 如果要卖 你会比那头驴更值钱 但姑女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这么做 从此以后 她就一直在客栈面前等 等一个好人愿意帮她保持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盲武士又来到客栈 她想在失明前回家乡 再看一次逃荒 但因为盘缠用完了 所以来欧阳峰这里 想让她帮忙赚点钱 欧阳峰则表示真的有个活 这片村庄经常遭到马贼的侵人 村民愁了钱 让她帮忙找人对付马贼 姑女也去求过盲武士 但盲武士也不愿意帮她 还是那句话 没有人会为了一匹驴和几个鸡蛋得罪 太微服 但她却在临走前抢了锢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 但我控制不了自己 我走的时候 那女人的眼泪在我脸上慢慢的干 再去和马贼对决前 盲武士告诉欧阳峰 如果日落了她还没有回来 就去找黄料师 告诉她家乡还有一个人在等她 和马贼对决的时候 刚开始盲武士处于上风 但突然太阳被乌云遮住 她的眼睛看不见 渐渐她便占了下风 没过多久 她就死在了马贼的刀下 就在马贼经过河滩的时候 突然从水里窜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叫洪气 他的道非常快 洪气来到欧阳峰的客栈间 但她并没有进去 因为她没有钱 欧阳峰知道洪气肯定能帮她赚大钱 所以便主动给了她一把份 就这样 洪气成为了欧阳峰的打授 欧阳峰到村里和村民谈判 她要价十两银子 在和马贼对决前 欧阳峰带着洪气去看了盲武士的尸体 从尸体上 他们看到了让盲武士致命的刀伤 而这个刀伤是从右到左的伤口 所以洪气最要注意的是个用左手拿刀的人 马贼来了 洪气淡定地坐在沙漠里等着他们 这天沙漠里风很大 却丝毫没有影响洪气发挥 很快她就找到了那个左手拿刀的人 解决完这个尾手的马贼 其他的马贼吓得落荒而逃 过了一段时候 沙漠里突然来了一个女人要找洪气 这个女人是洪气的妻子 欧阳峰骗她说洪气已经走了 但女人知道洪气并没有走 因为她不会抛下自己的骆驼孤身离开 原来洪气的妻子 想和洪气一起浪迹天涯 但洪气却认为 作为一个男人 不能带着老婆闯荡江湖 这个男人只为了一颗鸡蛋 救去得罪太队府的刀客 他将刀客全杀死 但自己也身负重伤 还失去了一根手指 回到客栈 欧阳峰问洪气 为了一颗鸡蛋 失去了一只手指 值得吗 可洪气却是这样回答 不值得 但我觉得痛快 这才是我自己 我本来应该没事 可我的刀也不必一千块 我不想跟你一样 因为我知道欧阳峰 绝对不会为了一个鸡蛋去冒险 这就是我跟你的分别 孤女来求欧阳峰救救洪气 但欧阳峰却不肯花钱去请大夫 因为洪气不听她的话 洪气握着孤女的手 告诉她不要为她做任何事情 她帮她是为了那颗鸡蛋 现在鸡蛋已经吃了 所以孤女没有欠她 从此以后 孤女便离开了 或许是老天联系 洪气全愿 她离开欧阳峰 带着自己的老婆闯江湖去了 三年后 洪气加入了盖帮 最终成为了盖帮指望 人称洪气功 之后欧阳峰来到了盲武士的家乡 找到了她的妻子 可奇怪的是 盲武士说要回家看桃花 可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桃花 直到欧阳峰离开 她才知道 原来桃花是一个人的名字 而那个人就是盲武士的妻子 得知自己的丈夫死去 女人哭得很伤心 而此时欧阳峰也明白了 为什么每年黄药师都要来探望她一子 她只不过是借着看欧阳峰的借口 把她的消息带给欧阳峰的大嫂 因为黄药师爱的女人 就是欧阳峰的大嫂 在桃花盛开的时候爱上了她 这年欧阳峰的大嫂病逝 临时之前 她拿了一坛酒 让黄药师带给欧阳峰 她希望欧阳峰能把自己忘了 而这坛酒就是醉生梦子 可最后欧阳峰没有喝 喝下去的是黄药师 她忘记了很多事情 可唯一记住的 就是她喜欢桃花 后来她再也没有去找过欧阳峰 而且隐居在了东海的桃花岛 自称桃花岛主 号称东邪 在得知大嫂去世的那天 欧阳峰喝了半瓶的醉生梦子 但却并没有任何变化 过了没多久 欧阳峰便一把火烧了客栈 离开了沙漠 第二年 欧阳峰终于还是回到了家乡百妥山 成为了一方霸人 号称吸毒 东邪吸毒里的人 一个个都在挣扎 有的无法摆脱拒绝 有的无法摆脱欲望 有的无法摆脱求而不得的痛苦 有的无法摆脱输赢 他们原本可以不那么痛苦的 好像是在说爱情 又好像是在说人生